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时候就把父母全杀了 在美国留学时和爱好杀人的朋友一起犯下很多案子 回到日本后也是一个不爽就在学校做了个连环杀人案 其作案没有什么动机完全就是想杀就杀 非常任性感到威胁的连时把电讯社老师吊死在地铁里 怨杀了知情的学生一把火烧了告状的家长 还和美名搞起了禁忌的师生恋 一切都隐隐约约让人感觉到她要放个大招了 果不其然 就在毕业典礼的前一晚 学生们正在准备第二天的布置 连时约了美名一天台见 美名已经对她产生了怀疑 但完全没想到老师的手段这么直接 把人打晕就丢下了天台 一杀完成 连时离的衣服准备下天台 却遇到了来寻找美名的女同学 这下怎么办 那就一起都杀了吧 二杀结束 这下事情可瞒不住了 连时老师这么一想 就做了个愉快的决定 把剩下的全杀了好了 接下来的场景 15岁以下的小朋友 请在家长的指导下 酌情观看 总的来说就是连时老师戴上猎枪 穿好外套 对着青春期的小花朵们 一枪就收一个人头 简单粗暴 丝毫不拖沓 伴随着喷洒的鲜血和学生的尖叫 老师收完人头 送上一句 别快乐 回到办公室 做出被袭击的假象 准备把事情都嫁祸给另一位老师 但他万万没想到 在大逃杀里 还有两个学生开动聪明的小脑筋 躲到救助袋里 躲过一劫 警察到来后 有学生指证 连时被警方带走 他却一点也没有惊慌 反而笑着对学生说 这都是神的旨意 而他将会开始下一场游戏 完全是一个变态的样子 连时老师残酷而嗜血 一旦察觉到 有人可能对他产生妨碍 就会毫不犹豫地杀掉 为了万无一失 屠杀也是经常有的事 他的杀戮直接 毫不做作 既不包含仇恨之类的感情 也不是单纯的为乐趣而杀 更像是持着一本 恶之焦点 只要有人触犯焦点 就能名正言顺地打开杀戒 人性之恶如此空虚 却又能如此简单 在高潮的一簇簇血花中 和老师平静的脸庞中 让人只感到不寒而栗 我是小胤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热影时光 我们下期见